处女座下周运势,11月18日到24日 事业运势,在周初水星对冲木星的天象 可能会给处女座的工作沟通带来一些挑战 容易引发误解或信息传递不畅的问题 因此,处女座在职场上需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避免因沟通不畅而引发的误会 而迷亡星进入水瓶座,则预示着处女座的事业领域 即将迎来深刻的变革与转变 这一星象不仅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处女座需要保持免锐的洞察力 明活应对变化,积极调整自己的职业规划 以更好地适应这一时期的变革 财富预示,太阳三分海文星的天象 可能会为处女座带来一些与梦想或幻想相关的财务机会 然而,这些机会往往伴随着一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处女座在面对这些机会时 需要保持冷静与理性 谨慎评估投资的风险与收益 并免陷入不切实际的投资或消费陷阱 通过合理的财务规划与稳健的投资策略 处女座将能够稳健前行 守护好自己的财富 爱情运势 随着太阳进入射手座 并与冥王星形成六分项 处女座的爱情生活也将迎来一次深刻的转变 对于单身的处女座而言 这一时期可能会遇到让自己心动的人 或是经历一次感情上的突破 让你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内心需求与渴望 而对于已有伴侣的处女座 你们的关系也将迎来一次深度的变化 需要勇敢面对内心的真实感受 共同面对情感上的挑战与机遇 通过坦诚的沟通与相互理解 你们将能够携手共度这一时期的转变 让爱情在经历中更加深厚 健康运势 太阳六分迷王星与水星六分土星的天象交织 可能会给处女座带来一些身心上的压力与转变 在这一时期 处女座需要特别关注自己的情绪与压力状态 学会调节情绪 保持心态的平和与稳定 通过适当的运动 放松活动 或是与亲朋好友的交流 释放内心的压力与焦虑 保持身心健康的平衡 记住 健康是生活的基石 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与心态 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的美好